哈喽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然后因为就是我也怕很多观众是第一次发到我的视频 所以还是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套火影忍者 它是有个卡册的 然后这个卡册里面呢会有一张介绍纸 然后是介绍里面有的多少卡 然后呢里面还会送你一张PR卡的一个就是 就是奇姆卡卡西 奇姆卡卡西 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其实可以买了多的时候 其实可以叫老板给你或者便宜点卖给你 所以说这一个呢 其实相当于这个奇卡车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一个奇卡车是卡由自己正版出的 卡由自己正版出的好处呢 就是说它完全是符合这一套的卡的一个运作 运作的基礼来来那一个做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就是也选择火影忍者的话 记得拿那个卡套 因为我觉得这一系列其实做了还是不错的 做的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进行一个这个索要吧 然后我们接着精神开我们的五元卡包 五元卡包 那么这两张下面的呢是开的比较好的SP卡 SP卡 就像上一盒上一盒是开到了一个 又开到了一张SP的代图 所以说我还是很高兴的 然后是这一张是迪达拉 迪达拉 然后后面一张是小银的就是樱花冲 之前我说小银的樱花冲好像比较少 但是我这几期开出来就比较多 然后开出来一张玉手喜红豆 山中景也跟一张手剧手剧 所以说有时话就是好像每一包的配都不一样 其实可能这一包你觉得这张卡或者另一张卡比较少 可能到了下一包他就突然多了 然后是卡卡西 然后最后一张是SR的奥柱子 所以说这几包好像就是开下来就一般了 就一般了 然后说当然也有些小失落 小失落 因为我现在就是AR卡还缺一张银色的绝 然后还缺四张就是UR卡 所以不知道今天有没有这个幸运 好 这一个是我们的就是刚手奶奶的银卡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一张是阿斯玛老师 阿斯玛老师阿斯玛老师最有名的一个就是 就是灰鸡烧灰鸡烧 他其实作为那个十二人士之一也是很厉害的 当然了 这个也是被干掉了 前期一些比较好的人物都都莫名的死掉了 我们也是很郁闷 这个是青年时候的宇智波佑 然后这是一张山中风跟三张SR卡就不多说了 那么作为一个宇智波佑的一个 其实他的童爷也是挺背负的 因为他们家族一直想复兴 作为牧业的警备队 但是他自己又是加入了相当于暗部 所以说他自己也是很郁闷的 这一个是全种牙 然后这张是AR卡的银色的一个配恩 所以我又多了一张银色的配恩 还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宇智波家族可能就是被诅咒的 所以说他们一直都不信 当然了有一种说法 说宇智波家族的人天生邪恶 但是我也不觉得这个难道就天生邪恶吗 然后是小男的TR卡 然后一张AR卡的一个飞断 飞断这一张还是挺帅的 因为他作为邪神教 他只信仰邪神教 当然他连神的配恩他都不信 所以说我觉得配恩对他肯定也是有意义的 说你那个怎么不信我 对不对 当然他说我要信那个他认为的一个天道 这是一张奥柱子奥柱子Q版的TGR卡 TGR卡就是有闪的 然后是那个TR卡 他也是透明但是没有闪 这张是那个表莲华的李洛克 李洛克 然后是这样 那么李就是小李第一次见到小银吧 他这个浓眉毛的这个情景 还是很好玩的 当然就是他们差点跟奥柱子打起来 因为奥柱子当时血轮眼刚开吧 就觉得自己怼天怼地 当然奥柱子就一生喜欢怼天怼地 那么后来就怼到墙上了 对不对 因为当时的李洛克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这张看着不错 一张SR的一张SR的赵敏 尤阿卡的赵美名 赵美名对吧 当然赵美名就是 哎呀就是他这个婚姻就是比较可悲 当然里面也是比较现实 有幸福就有不幸福嘛 对吧 然后这张是卡卡戏 然后这一张是要着重点 封魔 就是封盾螺旋手里键 这张名人卡还是很炫的 很炫的 作为一张SSR卡 然后这三张R卡就不说了 由于现在R卡开到后面 其实看过我的视频 就知道R卡的重复率就是太多了 其实我现在应该有好几套吧 成套的一个这一个R卡 然后是这张军马驴 军马驴还是不错的 接着就是那个重男 重男 游女至男 游女至男重男 然后开到这张 就是一张二柱子 跟一张宁刺 还有一个秋道钉刺 秋道钉刺 所以说那么这个开完呢 还是开几包 两元卡包吧 其实作为一个火眼 其实尤其卡牌就让我收集那个 那个就是C的卡 等各种 其实收集卡牌的时候 每一次都能回忆起这一个 个就是动漫里的故事 就像比如这张西日红老师 西日红老师 嗯那个呃对吧 他西日红 里面当时想用他的幻术跟右打 那你怎么打得过右绳了对吧 右哎哎他们是幻术皮夹 你怎么打得过对吧 然后这一张是那个螺旋丸螺旋丸 在两元卡包里能开到SS 阿卡就不错了 然后这是三张 其实这个阿卡也是没有到大意义的 那么西日红老师其实还是很好看的 当然到了后期吧 对吧 他那个就是发福 就已经发福的不得了了对吧 当时左锦左锦的 嗯 S阿卡超尾兽化 这是他的一个绝招 然后这是四张普通的阿卡 然后今天啊 我们这个视频就开到这 总体来说应该还算不错 那么就是开了两张 嗯 这个卡 然后开了一张绝阿卡 然后基本就是这样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